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3日 星期六 我們 想跟大家再說回 現在的 中共七一這個慶典 一百周年 其實 發生了很多事 我們就慢慢跟大家再說回 這次 習近平 在七一的慶典 在天安門上面 其實是說殺氣騰騰 他們的狼子野心 這次是徹底曝露給全世界的人看 他們說要解放台灣 解決台灣 最初就說要和平統一 後來就說要粉碎台獨 我們看到另一則新聞 就是中共在 甘肅的玉門關 部署了個百個發射井 核武器發射井 當然 核武發射井 究竟是不是短時間下去搞得到呢 以及中共的核武可以怎麼發展呢 因為 要發展到核彈就不難 但是將它射去 目標的地方 精準 就很難 以及 現在全世界打仗 是說科技 是說計算的 是說準確 說精確 而不是 你向東射 誰知道 偏離了五公里 實際上去射到目的地 就差了幾百公里 中共之前試過射的導彈 不是核彈頭的導彈 擊中這個南海的企圖擊中南海目標 誰知道 就有兩顆去了廣西 兩顆中了去廣西 一個去了海南島外面 完全跟他的目標差很遠 這次習近平在大會上說 其實除了這個撒氣騰騰之外 尤其是他跟美國的關係 肯定是越來越惡劣 因為他提到台灣問題 美國國務院 敦促北京 停止對台灣私家軍事外交和經濟壓力 並會繼續支持和平解決海峽兩岸的議題 同時敦促中方和台灣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當然這個已經是沒有意思了 因為中共 我們現在 最新的這個估計 以習近平 在這個黨慶大會上面那種煞氣騰騰的表現 他 對台灣問題不僅強硬 然後還說 不給外部勢力的干預 甚至乎 外部勢力一旦干預 他一定要頭破血流 而他頭破血流的本錢是基於甚麼 他 憑甚麼令到外部勢力頭破血流 原來 是靠著 13億中國人民 做他的堅強後盾 即是 他拿著13億人做人肉盾牌 我們看到中共的起家一直以來 他的起家的過程 絕對是比IS更加殘酷 以前他鬥地主 他去了一個地方 搞土改 佔領了一個地方 做山大王 衝攻那裏的農民 土地 然後 找一些地方的流民 當地聲明浪跡最臭的流民 就找他們好像香港 找何君堯一樣 或者找合作夥伴羅勝和 找一些流民黑社會當地的土豪惡霸 然後 就要叫他們公開處決他們的 地主 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村莊 通常 全村都是親戚關係 每個都是親戚 全部都是同一個姓 哪裏殺得下手 但是他就專門找一些 聲明浪跡的人 他們殺得下手 到了他們真的殺了之後 他們根本就 不可能在這條村子裡繼續運作 也不可能留在這條村子裡 已經被打了 所以只能夠一條心跟中共去革命 而且用這個方法 他們抽了很多壯丁 羞恿你殺人 殺完之後 做了村子裡的罪人 一輩子都要跟著中共去打江山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抓人入火的 中共口中的外國勢力 說要欺負、壓迫和奴役中國人民 大家都知道 真正奴役中國人民 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 但是 他這次的矛頭很明顯是指向美國 我們要進一步分析一下 他這次的說法 究竟是甚麼盤算 說支持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習近平說的外國勢力很明顯是針對美國 而他目的要對付的 其實就是要收復台灣 潛台詞 因為他 沒有可能直接跟美國打一場仗 但是有機會透過對台動武 而跟台灣 可能是透過 在台灣這場 在海峽 打一場跟美國代理人的戰爭 而那個代理人就是 台灣 當然 現在中共是希望 我認為 擴大他的核武器 是用來到時震懾美國 即是說必要時他對美國 台海附近的美軍使用核武 這個當然是習近平的盤算 現在習近平 是處於一種孤家寡人的狀態 黨裏面對他不滿 但是 也是外於整個黨 營造一個團結的力量 所以你看到李瑞華 胡錦濤 溫家寶 宋平 李南青 這些 過氣的 全部都是 不是跟他同一路的人 都要被迫出來 目的其實就是想營造一種 團結的氣氛 也有可能他是強迫這些人出來 營造一個團結的氣氛 即是說 你不要打算分化我們 你打算叫這些人來推翻我 是沒有可能的 他們是不會推翻我的 我們全黨 站在一起 跟你打到底 現在的 政治的評估 習近平對於香港的問題 是越來越強硬 而香港 他們 美國好 歐洲好 對於習近平在香港的所作所為 越來越放肆 但是 他們的 關注力度也沒有相應提升 這個就是習近平越來越做得 過份的原因 就是你既然 不敢干涉我 我就強硬來 好了 當香港成為了他的示範單位 是打壓 香港人 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示範單位之後 他下一步就是要 對台灣用兵 以往我們 在評估中共是不敢出兵的 因為一出兵就意味著他們會 戰敗 甚至是望角 但是如果 現在看的形勢 習近平是不會顧及這個成功與失敗 因為他 心目中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戰勝美國 不惜任何代價 包括死人 而他認為台灣是他能力範圍下可以打下來的 當然 他的評估 可能是很大的錯 但是習近平身邊 大家想想 會不會還有一個講真話的人 肯定不會 你見現在 天安門這次組織了7萬人 大部分是年青人 好像當年的紅衛兵一樣 全部山夫萬歲 紅旗飄揚 大家看到 習近平身邊 還有沒有 一些講真話的人 還有沒有一些真相說出來給他聽呢 我不相信有 全部都是習近平想聽的話 主席 我們贏的 我們要拿下台灣 多久啊 三小時 三小時太久了 可不可以 一小時 可以 沒有問題 一定是聽到這些柴子說話的 美國呢 如果我們出兵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干涉呢 美國不敢的 真的不敢 我們有1000個核彈 不敢 那就去做核彈 大家想想 現在他身邊的全部 他每一句說話都是基於一個錯誤的決定 錯誤的判斷 所以 他越來越是 瘋狂 接下來 不要說擦槍走火 直接是開戰的機會 現在越來越大 因為 如果你回到胡溫 江澤民 鄧小平 那個理性的年代 他們乃過夜 他們知道死 他們 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的習近平 其實大家不能用常理去推測 因為 他其實跟當年的崇禎一模一樣 他以為他能打贏 我們的江山那麼大 怎麼可能輸給滿洲人呢 當然 北京城不是由滿洲人攻陷 而是李治城攻陷 大家會問 他的十五萬錦衣衛在哪裏 當時 黃城有十五萬錦衣衛 為甚麼保護不了黃城 大家知道 腐敗是會侵蝕每一隊軍隊 每一支隊 每一個政權 中共的腐敗已經腐敗到爛了 你看 他最新的 原來是抄印度的戰機 即時被人踢爆 然後立即刪片 他連所有登錄、演習 都不是自己拍一條片 偷人家的片 是嗎 改人家的圖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他們腐敗很嚴重 這次 中共的舉止 中共在七一的宣言 加上 他用一個毛裝 亮相 是跟所有的其他常委領導完全不同 個個都穿西裝 只有他穿毛裝 那件雖然是中山莊 但是老毛最喜歡穿這件衣服 現在 他真的告訴人家 他就是毛以勢 但是 其實他只是秦以勢 這次全世界 美國 歐洲 都很清清楚楚看到中共的龍子野心 他這番說話可以等同 全世界 向全世界宣戰 我們意味著就這樣看 接下來的局勢肯定會越來越危險 而他 打台灣的機會越來越大 這個以往我們不是這樣評估 但是現在你看到他的那種 他的那種判斷 一定不是以正確的方法去判斷 更加不是以任何國家的利益 也不是以國家的實力去判斷 而是用自己的喜好 周邊的人不斷判 他覺得他會贏 他覺得他可以統一台灣 他可以 公開毛澤東 鄧小平 他可以 做千古一帝 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是很難搞 因為當一個人那麼瘋狂的時候 如果美國 不是 有及早的防範 讓他動手的話 到時的傷亡會很大 台灣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也不希望台灣有甚麼事 所以 歐美世界是真的 即使是清楚的狼子野心 其實也要及早準備 否則 是會被他殺個措手不及 好像武漢肺炎一樣 就是被他殺個措手不及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好父親 我先來講 我們可以